机车在双向四车道要左转看到标志一定要带转 带转花时间一转就要等个几十秒 部分机车组都很认同 我觉得应该是有些路口带转 有些路口不用吧 要看路段吧 摩托车骑到快车道对汽车来说是比较不好 对机车跟就是对大家来说都比较安全 然而有部分机车骑士不认同两段式带转发起活动争取权益 带转议题民众意见分歧 不过根据北一大教授根据2003到2015年 警政署数据和健保资料库进行比对 发现机车左转撞到汽车死亡和住院率高出近三倍 证明有带转区生命安全才能保 机车直接左转跟对向而来的轿车去产生碰撞的话 它的死亡率跟重伤率就是住院率都比起 比起它机车执行的时候被左转的轿车撞到的时候高了很多 比如说高了2.77倍这样子 机车和汽车左转撞对向弃机车 依据学者统计头颈和胸腹部 机车左转受伤率较为严重 胸腹部最高可以多73% 不过新北和桃园部分路段已经废除带转区 但学者认为研究提供未来政策一个方向 各界应该多考虑入口状况再执行 避免人民白白牺牲 人节目也是蔡议会黄胜泉台北采访报道 地区贸罗 带转地区贸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